大家最近听说了吗 微软中国区的员工们要有大动作了 从今年9月开始 他们得把华为小米这些国产安卓手机放到一边 换成iPhone来办公了 这消息一出 网上可是炸开了锅 微软这么做是为了安全考虑 他们希望所有员工都使用微软的 authenticator密码管理器和identity pass身份验证应用 而这些应用在安卓手机上用起来可能不那么顺畅 更有意思的是 微软还大方的表示 没有iPhone的员工 公司会免费提供一部iPhone15 这待遇是不是有点让人眼红呢 不过也有微软员工跳出来说 这个禁止使用安卓设备的说法有点夸张 实际上公司只是希望大家能统一使用iOS设备来保证工作效率和安全 总的来说这事感觉挺有意思的 一方面微软这波操作可以说是安全第一 但另一方面也有人觉得 这是不是有点苹果偏心呢 不管怎样 微软中国区的员工们接下来的日子可能会有点不一样了 咱们就搬个小板凳坐等看戏吧